今天市長中興三季準備在十二月十八核照片 日在十七號三陣子亞的做事 當中剛好來讀到國際關抑制的採集表演 三陣子亞是不是要辦猶豪有變作 政府連任的市長文明會人為英格要以市民的法律為優先 可能是否要順遂其他方釋和這市長代來辦理 民進黨市長後三年 立正月就是法教選委會 趕緊要請到讓三人開會決定 很符合到民主的聽說 港議市長選舉將在十二月十八核基盤 因為十七號三陣最后一天 剛好讀到港議市國際關抑制 採集表演在十七號的補程中 也因此出現變速 選舉連任市長文明會標示 應該要以市民的福祉為優先考慮 是不是另外選擇其他方釋 那才市長代來不基盤 將尊重第二次管基盤的規定來辦理 這兩年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前年國際團國外的團隊進不來 去年也因此我們又停辦了 所以到今年因為是三十年 我們更要再早在半年前 已經都要做好時程安排團隊的確定 所以它的牽連是相當的廣 所以沒辦法說要改變就改變 所以我們也知道這是早就已經確定好的 我們也看到了選前之夜 因為如果相關的配套勢必要有六到八小時 才能夠做好隔離跟鋸碼的這樣的設備 所以這看起來明顯是來不及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以所有市民 大家的期待為優先 選委會它是一個獨立機關 它做任何的決定不是我們能夠左右的 就如同當初我們希望市長的選舉 也能夠如期在11月26號來舉辦 但是也很可惜沒有獲得同意 不過民進黨市長參選人理政要求一位 選前之夜是各自的傳統 是三紀聽習的一部分 但是到現在還沒接到選委會的開會統計 也沒說是不是要入去進行 選委會應該要趕緊來邀請到好三人開會 才符合到民主的聽習 我想嘉義市的管月節跟嘉義市的民主之業 都是嘉義非常有傳統 而且非常特殊的活動 那嘉義市的民主之業 向來是由嘉義市選委會來主辦 那所以在還沒重新選舉之前 嘉義市選委會也有邀請所有的候選人參與討論 那甚至在11月25號 在市長嚴選的狀況之下 嘉義市選委會也邀請所有的議員候選人 針對11月25號要不要辦再討論的一次 那我們不曉得為什麼這一次 12月17號的民主之業 在沒有跟候選人做任何的討論 也沒有任何一張公文的情況之下 就把民主之業的活動取消了 如果只是因為跟管月節的路權衝突 那其實還是可以討論是不是更改他的時間 或是甚至更改他的地點 最重要的是民主程序 這不是嘉義市被稱為民主勝地最主要的原因嗎 然後連程序都沒有 那主辦單位嘉義市選委會就莫名其妙把這個活動取消 然後說請你們自己去申請吧 那事實上我們也有申請 那這個時間跟管月節完全不衝突 那警察局也拒絕這樣的申請 那我不曉得嘉義市選委會跟嘉義市市政府到底要做什麼樣的說明 難道這個管月節跟民主的活動就一定是互相衝突嗎 其實他們可以更清楚 既有管月節也有民主之業 嘉義市可以更民主也可以更活潑 嘉義市選舉委員會表示 因為國際官員坐參加華東 選舉家傳統的地點中山路17號的路權已經被申請 選委會不會特別邀請到各市長參選人 占對選舉家來開會 好參選人可以去到一塊有興奮 跟其他照顧的訴求 內心情露款基板作成華東 水星新聞 杜丁蘇王秀蘇 剛議期 蔡宏博德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 第一期六七標工程的開工典禮 我想這也象徵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央跟地方我們都努力 就是為所有的工程或者我們所有需要做的一個計畫 不斷地攜手合作 這才是人民之福 我想嘉義市我們污水下水道 雖然起步比較晚 但是我們也在極盡努力的溝通之下 大家真的看到了它的優點以及它的必要性 所以配合度後面就比較高 我們同仁也更看到了在這一方面不只是工程 更要有人文 所以在人文當中 大家能夠把好的環境給開闢出來 那這看不到的工程比起什麼都重要 也藉這個機會把我們的污水下水道的相關 我們再做一個優化 再做一個提升 我想讓我們居民的生活品質能夠更好 就是要有一些一些 早期四處你們的水道 日常一位 我們的水道 我們在第一次的工作 我們在過程中 在這次工作 我們要去看 那事情 防疫的工作随时是挑战 是严峻的 请感谢大家的幸福 大家平安健康 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 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用心 我们相信 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早日恢复生活的日常 卫生习惯保持好 只可以让风险降到这里 愿大家的一切安好 一起加油